把镜头转到地方 新兴区的建华里未处火车站前站 因此盖有多家商旅 路客很多 但建华里里长却认为里内欠缺绿美化 因此在里办公室外的空地 放了花卉果树等盆栽造景 红龙果、珠景、麒麟花都有 甚至还有美国桃子 路过的民众看到各式花卉果树盛开 都忍不住驻竹欣赏 顺手抓起一颗桃红色的果实 新兴区建华里里长吴文青显得很兴奋 因为建华里一直以来缺乏绿地 现在凭借里办公室的努力 能找出一块小空地 种各种不同的植物 实在很难能可贵 我上任之后 因为整个里的话 没有那种绿化的地方 刚好这边有一块地可以绿化 我就去跟林长他们去买花来绿化一下 因为整个建华里都没有绿化 只有这个地方可以绿化 所以我就很用心的去买各种的花 各种的花 开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为出火车站前站的建华里 里内缺乏公园绿地 路边的行道树也寥寥可数 现在经过里长的努力 以及里民自发性的照顾 终于能多出一块清新的绿地 种植红龙果 麒麟花等植物 甚至还能看见台湾小建的 美国桃子 有一些路客到这边 还有观光客到这边的话 他们一定会到这边来看 早上一定会到这边来看 因为他们也好奇 为什么这个里 怎么会有这么 那那么多种类的花 这样不输给一个花式 甚至有些人 很多人观光客还有路客 路客很多人没有看过这种花 他会问 问的话我们就会跟他讲解 干脆我说弄个身份证 就让他们能够一看的话 就可以认识这个 台湾的这个花 建华里里长吴文青看到 自己发起的绿化林里植栽成果 得到里民以及外地旅客 一致的赞同与鼓励 更加坚定了 要将里内绿地 自发性扩充的决心 港路讯王子坚李正平 采访报导 大湾就有个人